也是被嚴重低估 但問題為什麼 為什麼 大家不知道 那麼官員 甚至有時候我覺得學界也不是很清楚 那麼現在我們知道 我們進步了 我們可以知道PM2.5這些問題 我們知道VOC這些都能影響 那麼事實上這些 那真的是驗證我過去十幾年來的這些看法 那麼問題是在什麼 就是我們看到這些問題 那麼像是一般民眾 你不知道這個危險性 雖然我們這醫學科學告訴我們 但是民眾不知道 那麼是什麼 就是說我們到處都可以看到的這些污染 但是即使你已經生受害 你身處其中 但是你不曉得 那麼這一部分 有必要讓一般民眾 大家更清楚 那麼就是現場 如果你看到 是什麼樣的問題 它可能是有哪些問題 那麼這部分我想 現在也沒有實際關係 我就沒有辦法講 那麼我想我要講的一個就是說 我們現在看到PM2.5 我們看到講VOC 還有很多這些 那麼事實上它都是污染 但是各位也要知道 污染 絕對不是我們看到這幾個面相 它的污染 常常是全面的 而且這些污染 像空氣 VOC 什麼東西 這些 可以跟這些懸浮為例 常常是什麼 它出染 在空氣大中是什麼 整個是混在一起 那麼我們比較一個 統統的名詞來講 就是等於是要叫做氣焦的東西 那麼我告訴各位 這些像VOC的東西 我們說是什麼 它平常也許是液態 也許甚至是固態 但是到某個程度變成氣態 所以這些污染 常常是什麼 是隱形的 你在空氣大中看到說 VOC VOC有管制 我把它用什麼東西 把它處理以後 經過汇水到污水處理場去 但是我告訴你 污水處理場裡面 這些VOC 經過才轉換到污水處理場 當然是在污水裡邊 VOC不管制 所以這些東西怎麼樣 外一個角度 變成一個隱形 從別的地方跑掉了 那麼這些東西 到河川 到處去 整個流域都污染 所以這個事實上是非常嚴重的 那麼我們來看到這些污染的問題之後 我們應該要前面來看 那麼我們很高興 因為有這些PM2.5和石頭 VOC這些學者 專家把這些搞更清楚 所以我們 把我們看到這些焦慮 我們的擔憂 可以很清楚用學術上來 讓大家知道 那麼這是我想 我要表現的 但是因為時間關係 我沒有辦法把它秀出來 那麼我想 因為時間關係 我想 是不是我們開放兩個問題 大家來提問一下好不好 好 好 大家好 你是台中市清潤軍出軍出軍 也是武統基金會的議員長 那剛剛 有聽到 說 有一些 對太陽能發電 太陽能發電 有一些 不同的意見 那過去我也有 對太陽能發電 太陽能板的生產 會產生具體的這件事情 我是 一樣的看法 但是最近 我近乎了解以後 我發覺 這個是一個誤解 就是說太陽能 太陽能板生產的過程當中 會產生 勢力化系 那這個勢力化系 是劇毒的東西是沒有錯 但是 生產太陽能板的工廠 他如果把勢力化系 排放到空氣 那他還能生產 他馬上就會被關廠了 所以勢力化系 是劇毒 沒有要說 但是他沒有排放出來 我去問了 他們工事員 勢力化系 對他們來講 是有價值的東西 他是回收再利用的 所以 那個劇毒的東西 他並不會排放到外面來 因為他是有價值的 可以回收利用的東西 所以說 我們台灣 生產很多太陽能板 都到外銷 那我最近也認識到 這個環境有一點改變 我在八年前 有去瞭解 就是說太陽能板 對台灣設置 我把它算一算 就是說 它所能產生的電量 它必須要41年才能回收 所以價值很低 那個時候 1000瓦小池的太陽能板 設置費用是25萬 但是現在 因為經過幾年的這個發展 太陽能板的價格 現在已經降了很低 現在差不多10萬塊 就是它的 基本上降了25萬塊 那以這樣算起來 它的回收的時間 差不多10年就可以回收 假設政府還有補助的話 那 回收的時間會更短 所以這個時間 應該是太陽能板可以大力推廣的時候 當然 要怎麼 怎麼設 都在什麼地方 這個是 政策 治癥政策的人可以好好想一下 謝謝 大概我們其實對這個 這些工業的這些 我們也不是很清楚 但是我一直認為 如果以佛教來講 有因必有果 那麼我們製造多少東西 我相信 就有什麼 哪些問題出現 但是未必是直接的 可能真接的 知道這樣 那麼 如果說是太陽板 太陽能這些東西 那麼你在最後這邊做加工 這段階段我想 如果好好去操作 我想當然是個 不幸可以減到 相當的程度 但是問題是這個板 還有這些前身 前面這一段 那麼這一段 我相信是 大概在製程中 還是會有很多 都知道 阿陽化碳的或什麼 這些東西 我相信應該是 還是會有 那麼 自然這一段 也許我們都在 運輸 跨海運輸賣出去 這些 我相信 也是會耗耗 那麼這些可能是 是間接不是直接 當然 我們在用能源 這些 在這個時候 我想大概都沒有辦法 大概都要用上了 那這是一個選擇 但是我認為 我認為 如果 我們不改變 我們的生活方式 我們不願意 違規 比較減幅一點生活的話 我相信這些環境問題 一直 永遠沒有辦法解決 那麼特別是在台灣 地下人口 這個地方 我們本身的受害會特別嚴重 那麼 我以阿陽化碳的溫室效應來講 阿陽化碳的溫室效應 我們產生很多 它外面的大體 比人家都還多 但是我們不願意 真的去管生 為什麼 因為 因為我們幸災樂會 這個東西跑全世界都去 自己承受的 不多 所以我們不願意 真的去好好管治 但是我告訴各位 你看到阿陽化碳 你用不多 這個當然是事實 這是一個間接的 一種效應 但是你在這生產過程中 你產生的這些氣體 燒了這些 炮灰多少電力 這些東西 直接產生的熱效應 還有 直接的這些污染 絕對是 你自己先嘗試 無外去要受到影響 這個觀念很低 這個就是為什麼 我們台灣這種 像這樣一下大雨的話 這種魚 會特別嚴重 那麼這些我們大概都沒有去新鮮認知 我們在表象這樣賺來賺去 所以我覺得說 台灣這種特色的條件下 我們自己要知道 要怎麼樣 往回頭走 再不走的話 我想不會太晚 謝謝 不知道各位還有什麼問題